山河四省如果选一个中心城市 那非邯郸莫属 邯郸是唯一一个 处在禁忌鲁豫四省交界处的城市 两手签四省的邯郸 三千多年没有改过名字 是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的典范 其他城市望尘莫及 邯郸处在河北最南边 是河北城市经济的千年老四 却是河北城市历史文化里的实力一哥 1700多年前 曹操在邯郸建都 并建造了童阙台 并诞生了璀璨的健安文学 2200多年前 秦始皇在邯郸出生 称为千古一帝 邯郸学部 黄梁一梦 纸上谈兵 完毕归照等经典故事 都跟邯郸有关 因为邯郸一城 他就诞生了1584条成语典故 所以邯郸被称为 中国成语典故之都 提起六朝古都 大家会先想到秦淮河畔的南京 殊不知河北邯郸也配享这一殊荣 自大曹操在邯郸建都开始 宝藏邯一路开挂 连续成为六个朝代的都城 大名鼎鼎的邯郸 下面还有个大名鼎鼎的 北京大名府 这北宋共有四经 类似于今天的北上广深 四个一线城市 东京开封府 南京应天府 西京洛阳府 北京大名府 北京大名府就是今天邯郸的大名县 在《水浒传》里提到了近20次大名府 明清时候直立总督更是天下第一总督 总督的治所就在大名府 这邯郸除了改变历史 也催生英雄 战国时期 邯郸是赵国都城 一当就是158年 代表河北的赵文化 就是在邯郸大地上演变出来的 赵国最著名的文武CP 连波令相儒 就是赵国英雄的代表 一生慷慨悲歌 死磕秦国呀 就是不服就是干 战国时期呢 赵国一直是秦国最忌惮的一个 赵文化的核心 除了国感 还有开放进取 赵武灵王是极大成者 他带领赵国军民 学胡服骑射的故事 中国人啊 就没有不知道的 赵武灵王其实是我国最早的服装设计大师 战国之前 汉人穿的衣服都是长衣长衫 你走路都不敢卖大步 一上战场 各种受限 经过改革 汉人穿上了简约合身的衣服 再加上骑射本领的加持 一上战场 武力值瞬间拉满 好建议